今天的国会下运会议 反对党继续针对 阿拉自演的课题 咬着不放 首相 没有必要将这项课题政治化 因为政府撤回对高等法院 裁决的上述 既符合也不抵触 马来统治者理事会的决定 全部 Prize harus terikat Majlis Raja-Raja Pelayu iaitu Allah tidak boleh digunakan di Semenanjung dan kelonggaran diberi di Sabah dan Sarawak jadi tidak timbul sama sekali soal tidak dirojong ada mufti yang juga kata membolehkan ada ile itu pandangan pandangan peribadi 另外,有关阿拉字眼使用规范的建议 将在今年7月提成至马来统治者会议 这项讨论旨在简化一些具体的规范 以便阿拉一词的使用 最终能够拍板定案 截至今年4月 国家诈骗应对中心 共接获超过三万起 有关线上诈骗案的投报 其中约有一万一千名的受害者 损失金额共达一亿零四百八十万令吉 首相德德西阿拉指出 政府将采取措施 以应对线上诈骗案 阿拉表示 政府同意延长国家诈骗应对中心的运作时间 同时他说 国航已通知国内所有银行 以二十四小时监督用户对诈骗案的投诉 首相是在国会下议院针对西门巴吉里 国会议员陈鸿斌提问 政府是否采取措施加快归还资金 给线上诈骗受害者时 这么表示 首相兼财政部长的达德区安马保证 5G实施模式从单一批发网络 过渡至双批发网络 将大幅度降低对政府的财务影响 首相解释 过渡至5G政策可减少财务影响 因为涉及电讯公司的参与 也是政府设定的条件之一 政府设定的条件是 国家数码公司将继续部署5G网络 直到达到80%的人口覆盖率 内容 superior正是 高原贡贡富的交易 他将高原贡贡员减少财率 这里必须保存在 然后我们的提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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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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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围绕在半导体的竞争愈发激烈 目前大马的半导体出口排在世界第七位 占市场的百分之十三 副首相德德西阿玛扎西透露 到了二零三零年 全球半导体市场营收 预计可以达到一兆美元 因此我国必须通过 技职教育与培训 培养更多的技术与专业人员 才能够吸引外资进入大马 阿玛扎西希望我国的半导体业者 能够加强在专业人才的培训 将槟城乃至大马打造成为半导体的枢纽 特派市场称资金 他在冰城巴央巴魯主持2023年 东南亚半导体展览会后这么指出 一同出席的还有宾州首长曹关友 这项展览会每年都会在冰城举办 汇集来自东南亚各地的半导体业者 掌管霹雳通讯多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的行政议员 Mama Aslan指出 霹雳州264个5G网络站点已经运工 截至今年4月 该州5G网络覆盖率已经超过45.8%的人口地区 国家数码公司致力在今年底之前 在该州完成建设491个5G网络站点 穆罕曼阿斯兰补充 州政府将致力加强5G技术扩展 确保民众能享有更好的网络服务 她是在霹雳州第15届州议会回答新班波赖州议员 黄彩仪的提问时这么指出 当世界经济从新冠疫情逐渐复苏之际 负责大马对外贸易的对外贸易发展局 方言要逐步重开之前被关闭的多个海外办事处 以进一步加强与各国的贸易事务 马来西亚对外贸易发展局首席执行员 达德姆阿姆·穆斯塔法表示 在取得政府的批准后 外贸局将重开会于新加坡的办事处 并在巴基斯坦卡拉奇 法国巴黎和埃及开罗 开设外贸局办事处 另一方面 国际战略研究院主席谢全勇表明 该院将协助政府东盟商家 成为衔接南方共同市场 东盟商会的枢纽 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 从中促进南美洲和东盟商家的贸易与投资 这次是由我们的国际战略研究院 接待的从南美洲共同市场 东盟协会到马来西亚考察以及交流 那么这次的考察交流 对马来西亚留下很好的印象 以及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他们能够到马来西亚来投资 那么除此之外 国际战略研究院将会扮演 更多的这个机会或者是桥梁 可以让更多的外资或者投资者到马来西亚投资 30名来自巴西阿根廷 乌拉圭和巴拉圭的国际商家 将在我国逗留三天 参加由南方共同市场东盟商会举办的 马来西亚泰国与越南东盟商贸考察团 以了解投资环境和在五国开拓商业贸易的机会 霹雳仪保四名青年 涉嫌在本月20号 位于霹雳体育馆举行的超级连赛中制造骚乱 私人今天被控上仪保推示庭 所有被告都扶手认罪 四名被告年龄介于17岁到26岁 他们被控以制造骚乱罪名 所有被告在聆听控状后承认有罪 三名成年被告 穆罕马·埃曼、穆罕马·阿米鲁 以及穆罕马·哈亚 被推示判处每人罚款2000令吉 如果无法缴付罚款 则以监禁三个月代替 至于另一名未满18岁的被告 穆罕马·沙鲁则需以15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保释外出 案件则定6月28号过堂 以取得社会福利局 针对该名少年的品行报告 控状指 四名被告本月20号晚上9点17分左右 在霹雳体育馆内制造骚乱 因而抵触刑事法典第147 制造骚乱条文 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最高两年 或罚款或两者监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泰国政坛展露头角的前进党 以黑马姿态成为本届泰国选举的最大赢家 该党党魁皮塔二十二号 已经联合其他七个政党签署谅解被忘录 一旦成立联合政府将共同推动二十三项议程 然而却没有提及令人关注的修正冒犯君主罪 尽管前进党四十二岁的刑南党魁皮塔 能否顺利组阁成为首相还是个未知数 不过由八个政党组成的联盟 已经签署一份执政后的施政方针 包括起草新宪法 同婚合法化 改革军警体系 打击贪腐 以及制定新法律管理大麻等等 八党联盟选择在本月二十二号签署组阁备忘录 因为二零一四年的这一天 是时任陆军司令帕拉玉发动政变的日子 二零一九年 帕拉玉透过选举成为民选首相 至今已经在位超过八年 引人瞩目的是 前进党选前喊着要修改的 冒犯君主罪刑法一百一十二条 不过这项证件并没有出现在阻隔备忘录中 根据这项刑法 任何诽谤 侮辱或威胁国王 王后 王储或摄政王 最高可以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 如今 八个党的席次加起来共有三百一十三席 不过皮塔需要获得三百七十六名上下议员的支持 才能登上首相大位 因此 他可能需要赢得两百五十名上议员的部分支持 然而这两百五十名上议员 普遍倾向军方支持的政党 穆斯林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八的土耳其 将在本月二十八号进行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 由于在本月十四号的第一轮投票 没有任何一位候选人得票过半 所以得票最高的两位候选人 也就是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与在野阵营推举的克勒奇达尔奥卢 将进行第二轮角逐 至于拿下第三高票的欧根 则表态支持埃尔多安 这也是土耳其建国百年来 首次需要进行第二轮投票的总统选举 尽管土耳其以穆斯林人口占多数 却也是穆斯林国家中少见的世俗化国家 实行着政教分离 政坛称雄二十多年的现任总统埃尔多安 在首轮投票中获得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的选票 领先在野阵营克勒奇达尔奥卢百分之四十四点九的选票 另一位右翼候选人欧根则是获得百分之五点二的选票 虽然无缘进入第二轮角逐 却公开表态支持埃尔多安 并恳请第一轮投票支持他的选民 在第二轮投票把票投给埃尔多安 选民将在二十八号决定让掌权多年的埃尔多安继续执政 亦或者是换人当家 然而面临经济动荡和夺走五万人性命的大地震 埃尔多安寻求连任 恐面临严峻的挑战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妍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